我对瑜伽老师来说 把你自己顾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就像我的老师 Yoga Lupa Rai Stryker 他所说的 瑜伽老师进入到一间瑜伽 进入到自己的瑜伽教室之后 最重要的事情不是 不是做demo 你不是 你最重要 你在带每一堂课的重点 不是在教给学生看 哦你今天这个体位要这样做 那个体位要这样做 也不是在cue学生的呼吸 瑜伽老师在每一堂课 最重要的事情 是要hold住整个环境的气场 如果瑜伽老师 自己的气场太弱的话 你hold不住 一个学生发生什么事情 你会马上crash掉 你会没有办法将自己的心 再拉回你的课堂上 会慌 所以如何让你自己的心 在上课之前 可以来到satvic的状态 如何让你在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整个教室里面的prana 可以感受到整个教室里面的shakti 可以感受到整个教室里面的能量场 的话 你就有办法好好的去感受每一个学生 不管你今天的教学是在线上或是现场 OK 这一点透过瑜伽的练习 透过慢慢的在你的生活当中运用对于阿玉废图的了解 可以帮助你感受 可以帮助你提高这一块的敏锐力 然后帮助你把你自己先中心点先抓好 因为你将来不会希望你自己成为一个只会在瑜伽店上面做动作的老师 也不是一个在整个教室蛮长跑一下子要调这个人一下调那个人 不知道自己忘记自己在干什么的瑜伽老师 你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我可以顾得了整个场子的瑜伽老师